属兔的朋友 今年兔年是你自身本命年 属于本命范太岁 如果宗教没有底足 不妨跟传统涉太岁 今年有岁假入名 岁假是说威势 尤其是有机会买车或学车 就特别顺利 因为说威势 同时有玉堂升 玉堂是登大雅之堂 今年其实有机会升华自己的状况 甚至乎更上一层楼 有文昌升代表读书 求取名气 文职方面是非常好的发展 而有象星 可以说运动 甚至乎母职都挺好 所以说文武相随 今年无论你是文科 理科 今年的表现都算是不错 但要注意 因为太岁代表长辈 所以今年长辈的健康问题 是要留心的 太岁当头坐 无起必有和 今年熟吐的朋友 不妨考虑一下 天丁或拉迷天枪 应该可以化减太岁的影响力 今年有天哭升 天哭是容易仇善感重的 如果不去搞一些喜事 不如多参与一些别人的喜事 也有机会冲起自身 提高自己的精神力量 今年有剑锋和伏斯星 要小心身体 有机会少损伤 最好洗牙捐血 避一避 素龙的朋友 今年有太阳入名 太阳无拘无束 太阳也代表着 荣誉的意思 受人景仰的意思 所以熟龙的朋友 今年争取名气 似乎是特别理想 太阳还要配合天空 入了熟龙的人命宫 太阳天空无拘无束 如果你是女士的话 今年桃花运 应该相当不错 因为太阳是主男性贵人 而男士方面 桃花就属于一半 同时今年熟龙的朋友 有攀安性 攀安是代表着 攀爬拆骑的时候 容易出意外 所以今年 无论是高空工作 甚至爬山 或者铁车 都要谨慎小心 有晦气性 容易呼吸系统的毛病 或者说话的时候 容易语气不好 引致问题 如果去到外地 注意沟通的问题 说话的技巧 整体熟龙的人 今年是属于犯太岁 属于陆害太岁 陆害代表陆亲关系 所以今年出门出外 忽略家人要特别留意 陆亲关系要尽量磨合 宿舍的朋友 今年翼马声动 虽然蛇没脚 但今年翼马非常旺 有机会出门出外 甚至改变工作环境 如果想今年接受一些新的挑战 甚至转行 今年属蛇的朋友 应该是挺好的一年来的 有天月贵人 天月贵人是众贵人之首 即是说今年属蛇的你 不妨多些不齿下文 借助他人的力量 可能有起出望外的收获 今年贵人运相当好 千万要把握人际关系 但要注意 因为有桑门 桑门既出席一些白事 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 很容易令到自己触动情绪 甚至乎运气不足 有孤神星 感情方面未如理想 有机会比较孤独 今年可以旺一旺桃花位 桃花位在正北位 不妨在北位拆九枝鲜色的花 或者挂鲜色的花 也有助你今年桃花运旺一些 今年有的杀性 有破碎性 破碎代表人和事物容易有损失 的杀要小心根骨毛病 容易救病复发 所以今年要小心身体 宋马的朋友 今年有太阴入名 太阴代表女贵人 但亦都代表着坚守本位 所以如果考虑转工 转行 属马的朋友 今年应该未如理想 反而保守 长远会得到好处 尤其是年底的时候 应该运气就会更加好 因为太阴代表女贵人 如果是男士的话 应该你的桃花运是相当不错的 有机会有女贵人 亦都会有异性元 而女性方面亦都不用担心 因为有天气声 天气代表喜庆时 有机会拉迷天枪 或者有机会添兵发财 但是因为有贯索和勾神性 贯索和勾神本来是串着一些铜钱的贯索 所以解释就是财务的问题 或者金钱的糾纷 在属马的人命中 今年是特别烦恼的 同时属马的人今年也是犯太岁的 因为属于三刑 要奉公守法 容易有刑罚之灾 属羊的朋友今年 和兔是有三合的情况 所谓害貌味 属珠会成为你最好的贵人 不妨留意下身边有没有属珠的朋友 今年属羊的朋友有唐芙星 唐芙代表创造力 本来是一些收拾竹邪的符咒 亦都代表着今年有很无穷的抽象力 可以尽量发挥 同时有天界星 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 所以一些职丸 甚至乎官妃口舌 今年需要特别提防 因为有天界 同时有官妇五鬼 所以有引发官妃是妃的可能 如果你是从事法律行业 我就恭喜你 今年是大派用场 但是一般人来说 就尽量小事化毛就最理想 另一方面 属羊的你有三台和华丐手名 三台就位列三公 所以保留在自己原生的工作位置就最好 始终会得到赏识和赞颂 有华丐星 房地产行业的人就特别好 亦都有艺术设计才华的发挥 不过有血印和浮沉星 舞刀龙剑就特别容易受伤 运动要小心一点 另外浮沉就代表水上问题 所以预力的机会大 喜欢水上运动熟羊的朋友 小心为上 属猴的朋友 今年有月德入命 月德代表农历七八九三个月 非常可以发挥 尤其是立春的八字本身缺了金 所以去到八九月的时候 金器王城似乎配合属猴的人 今年可以有机会有些投资横财的运动 有国印星代表着大权得力 亦都代表专业发挥 好像皇帝的浴洗交给你用 行使权令 所以今年应该权力发挥 或者专业的申请 属猴的朋友是非常顺利的 另一方面 买楼置业方面要地解升 属猴的朋友在十二生肖里 最旺的置业升就在你命宫 所以今年解决房地产问题 似乎是挺理想的时候 但是要注意 因为有死扶星 健康方面有机会 长期需要调节休息 有劫杀星 有机会财物损失 少偷干顾 同时也有小号星 少破财 熟鸡的朋友 口齿伶俐的你 今年要慎言 因为套年其实重于聆听 所以本来口才出众的你 今年用词说话要特别小心 因为本身你是正宗太岁 如果宗教没有底足 熟鸡的朋友不妨考虑太岁 也要留意长辈的关系 容易多些炒鸽和身体的问题 今年有碎破入名 即是说做事 人事方面很难配合 人同事未如理想 有栏杆星 做事容易一波几折 所以订一些短线的成就感 令自己更加满足 或者鼓励自己更好 每一件事可能预计更长才能收获 今年要注意有大号星 大号是代表破财的意思 有大消耗要量入为出 同时整体上 今年亦有灾杀星 灾杀是代表水险和火险 所以家具安全要特别留心 熟狗的朋友 今年恭喜你 因为你和兔子 原来是属于绿合 绿合之中 卯率合合火 所以冬天出世的人 或者命格缺火的人 熟狗的你 就会更加发挥得好 运程就更理想 今年有梓眉入名 梓眉是皇帝星 给皇帝你做 今年有创业的条件 第六感判断力特别强 可以说自身的提升 同时有隆德星 是贵人上色 甚至乎得到上司上色 而有所赏赐 今年不过要注意 有天厄和暴败星 暴败不利投机赌博 尤其是农历的三月 就和你正冲 加上整体农历四五六 运气都未如理想 所以年头和年尾的发挥 应该是更理想的 天压星天杀星 千万不要挑战一些天灾 甚至乎以外 下雨也不要被雨淋 因为今年天灾带来的问题 会对你有影响 如果去旅游 就避开一些天然危险的环境 容易出现问题 有皇帝星 记住 今年容易招人妒忌 你尽量小心行事 属猪的朋友 今年可以尽量发挥你人际关系 因为猪、兔、羊 是三合目局 所以如果是下半年出生的人 属猪就会更加顺利 今年属羊的人 会成为你最好的贵人 留意一下身边有没有属羊的朋友 因为属猪今年没有犯太歲 但是有一个天厨星入名 天厨是代表饮食之福 如果是从事饮食行业属猪的你 今年应该是发挥得最好的 一般人来说 也代表着食神当黄 今年应该可以是很多饮食之福 但是要注意 有白虎星 白虎一般代表遇到猛兽所伤 但是现代城市很难遇到猛兽 但是处理重型机器 刀剑利器特别要提防 容易有血缸之灾 如果触碰陌生宠物 甚至自己自养的宠物 可能健康就有点不利 有天虹星 天虹就是请英虹的意思 所以属猪的朋友 千万今年慎言 不要做嫁两 容易做中间人 弄得反成怨 同时有地杀星 房地产出现问题 所以今年无论是租务 买卖房地产 要特别谨慎 属鼠的朋友 有些学说今年你犯太岁 有些说你不是犯太岁 其实今年属鼠和属兔 是指貌形 是无礼之形 要注意礼貌 甚至乎一般 西族人的眼光的规矩 可能你不守规矩 也引致很大的是非 今年其实有天德 福星入名 天德 只要你有德行 上天就会恩赐你 有机会得到一些好处 同时有福星 福星高照 横才就守 十二生肖里面 横才运最好就是属鼠的你 加上有红联星 红联就主嫁翠婚姻 恭喜恭喜 不过如果已婚人士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同时有咸词和桃花入名 咸词本来是形容 咒王封神榜里面的酒池玉琳 所以是代表咸诗的意思 桃花代表人缘交際 三个星那么强 可能有节外生枝 甚至乎三国关系的匪民 难怪是无礼之刑 在健康方面 属鼠的朋友要注意 有狡杀和卷舌星 狡杀就代表着腸胃问题 气管的问题 而卷舌 就特别是说话技巧的问题 容易有些口舌是非 那慎防就可以了 不妨戴黑瑶石的手段 可以化碱小人和桃花 坚毅不屈 实践力特强熟牛的你 今年似乎有些虚号气力 因为原来今年猫年兔年 是代表农历的二月 二月其实是随集草 等下雨的时间 牛是开荒牛 今年可以说有些吃力不讨好 今年有月杀星 月杀是代表农历的七八九月 属牛的人压力特别大 要小心女性带来的是非 如果从事事业是相关于女性的话 就更加要引药了 今年有披头星 容易因为改变而容突出 反而弄巧反缺 但如果你从事美容或发型行业 属牛的你今年应该可以大派用场 属牛的朋友另一方面有天狗和吊客星 是代表突然的惊客 所以一些高速的运动 甚至乎驾驶高速的汽车 容易带来意外或者不幸 最好挂回一些平安符在车 就更加理想了 属虎的朋友经过过去的苦年 可以说犯太岁之后 就走出这个光明 今年要静待时机 因为属虎是一个温和的年份 是要聆听的时间 老虎一向我行我素 太过勇誉 所以今年留一点勇誉 尤其是今年有墨月星 墨月是应对陌生环境 陌生的人物 陌生的事物 所以今年属虎的朋友 不妨考虑一些新的挑战 甚至出外闯闯 今年属虎的你 应该可以符合运程有所表现 有病符星 病符就代表健康的问题 尤其是疾病的容易出现 所以今年其实在疾病方面 要留意个病位 病位今年会在东位 易克星 通常就会放黑药石 黑碧石 葫芦 甚至乎摆放一些边石 通常传统就会造成葫芦形 因为葫芦是狼中和神仙 修饶和再药的宝物 所以通常造型会造成葫芦形 希望罢病 如果属虎的朋友 是老人家或者小朋友 千万床头就不要在东位 否则病符配合病位 今年健康方面会比较差 有亡神星 今年容易有生离死别的事 注意 可能朋友有角度扬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